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但所以你知道我们面试其实要花很多钱耶 的确因为你们才刚毕业 所以你们可能要买一套得体的服装 还有鞋子啦 还有例如说你的法饰啊 哇那个这些加起来还还是算一笔不小的钱耶 因为毕竟给人家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其实在纽约的有一间时尚的图书馆 可以解决我们这些烦恼哦 时尚图书馆 那不是借书吗?能解决什么烦恼? 他可以借我们一些得体的服装让我们去面试 这么好啊 就是他把你的 例如说你要穿套装就借你套装 你需要高跟鞋就借你高跟鞋 这么方便 只要我们的借书卡的罚金呢 不超过15美元 所以你只要不要一直被罚钱 你就有这个权利来借一套服装去参加工作的面试 没错 这很特别也是很方便哦 或许我们国内也可以来参考看看 可以 好我们就借由这一则非常有趣的新闻 我们来学一些英文单字 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图书馆怎么说 图书馆大家都知道怎么评 叫L-I-B-R-A-R-Y 但是它的念法呢 可能要念清楚一点 叫Librar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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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说我喜欢在图书馆念书 I prefer to study in the library 去图书馆借书呢 其实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讲法 叫做 To check out book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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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借出来就是去check out 好那续借呢 英文怎么讲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借了之后 还想要再借一次的话 我们可以在线上 online 来续借 续借的英文就是 R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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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你可以做一些续借的动作 在线上就可以做了 那我们今天提到 就是说大学新鲜人 一踏出校园 要去参加就是工作的面试 那这工作面试呢 英文也很简单 就我们常听到的 叫做interview interview interview 好所以下次呢 你学到这些英文单字的时候 如果去一些场合应征的话 有需要用到这些单字 您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好 那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拜拜